剛剛看到臨前二章九字那裏 那裏說 神愛人 所愛的人會為我們預備 雖然我們眼睛看不到 但其實神已經幫我們做了 我很想證實這件事是真的 但在我的人生當我未認識耶穌的時候 剛剛回教會 跟著信了耶穌 聖靈的感動逐點逐點放在我的心裏 我有一次記得我去認識聖靈的時候 不是直接透過我來講這番話 她是透過一個婦人在街市經過 跟著她走過來 喂喂喂 你是不是信耶穌的 我想信耶穌 能不能夠帶我去信耶穌 我說我也是基督徒 你想信耶穌 不如你之前有沒有聽過福音 我就說 沒有啊 不過我今天很有感動 我很想其實在心裏 今天一定要信耶穌 我就把我自己學過的東西 所謂四律 聽過的東西搬出來 很順利地跟她決斥了 但是 是否這樣夠呢 然後她就跟我說家事 我告訴我 其實我很苦的 我其實有症催病的 沒什麼人理我 我看醫生 醫生都說我麻煩的 但是我今天聽到你說耶穌有平安 我很開心啊 但是我怎樣才可以維持 我和神的關係 我說 讓你回教會吧 但是我的教會其實以前是在荃灣的 那我就說 荃灣太遠了 不如你現在在神茂坪區 在這個街市 在這些區裡都有教會的 你試試找教會吧 但是其實她都很失誤 我怎知道哪間教會 我怎樣去啊 然後我如是者 和她談了一段的時間 晚上當我發夢的時候 神跟我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呢 這個世上有很多人都認識我的 但是原來她是認知 在知識裡面 是知道我是誰 但是原來有很多人 出去傳方陰都很膽怯的 我今天就要證明給你聽 你要出來服侍我 你要去學裝備 你要去告訴別人 耶穌是誰 然後我真的很賤經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初信 我就回去牧師教會 問她怎樣為之裝備呢 然後就去了學傳福音的課程 學完之後 一步步就學習 到了現在 在這一刻裡面 我回轉過去的時候 發現耶穌是真的 他說的話 雖然在我夢裡面 告訴我 原來我這樣傳福音 是會祝福到人 但是這個信息的說話 在我裡面 就好像小種子一樣 一點一滴在我裡面 加滴營養劑 每一次當我有困難的時候 我跟別人去相處 去幫別人的時候 這一滴的心化劑 在我裡面發生了作用 這個作用在我裡面 傻傻想 雖然我看不到神 但是我感受到神跟我一起 雖然我感受不到聖靈 但是呢 聖靈又可以透過其他人 告訴我 那為什麼我不去試呢 所以呢 我在現在裡面 我更加去學慕 是說 神所愛的人 願意為我們預備 只要我們去踏上的時候 其實 什麼事呢 神都會放上心頭 都會搞定的 正如我回到這個課程裡面 好生物體會 無論我經歷事奉裡面的困難 或者在身體裡面有毛病 我現在開始感受到 神的聖靈在我裡面 經常提點我 我就是這個神 我要你同在 你還怕什麼呢 所以我就很深深去感恩 我有力量 我能夠每一天 能夠跳雜美操 每一天能夠去跟人傳福音 都是賺了回來的 於是呢 就很努力去跟人 去不停這樣去表達 我其實是愛你的 都很有限 但是神的愛呢 在我無限的裡面 不如我們再去聊一下吧 那我覺得 我那種的事奉 比以前來講 已經不是進入 在一個理性裡面 而是在一個感性裡面 看到耶穌所作的 今天我也想學去怎樣作 那我希望 這一次的金句 在你們 在經歷上帝的裡面 同等 都有這一種的祝福 使每一個人 在裡面 能夠更加得力 能夠可以 祝福更多 認識耶穌 其實耶穌說 只要你肯認識他的時候 救恩就臨到他的家 和他的家人裡面 我祝福大家 都能夠有一個 這個孫爺秀裡面的福氣 臨在你兩家 多謝大家 好 謝謝 你的過程中 你覺得怎樣 我的過程中 其實在講故事 你評估自己呢 評估自己呢 評估 我不是很羞氣 算是 算是 算是表達得 還可以吧 很清楚 是 你清楚的 還有你有快又慢的 你說上有快又慢的 你的眼神是有黃的人的 這個也是有做到的 我會覺得你可以改善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 其實比較沉入 你試一下 有些用力一點 讓聲音可以提升一下 你試一下 譬如說 其實 我在聽你的分享 我是很好奇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突然走過來問你 怎樣信耶穌 他有什麼原因 你有沒有找出什麼原因 為什麼他忽然走進去 怎樣信耶穌 有什麼原因 沒有原因 沒有原因 那次是一種 他是街坊 他認識你的 是不認識我的 是住在其他座 在街市買菜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 太太 我想信耶穌怎樣 就是這樣 我也很害怕 你有沒有後來問他 為什麼你會問我 你有什麼原因 我的心裡 就是想信耶穌 找一個人來問他 OK 這件事實在是很神奇 很神奇 很神奇 我沒有人有這種經歷 所以 我就覺得 在這裏你應該是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這件事 他又不認識我 他又不認識我的 即是要說那個背景 就是 他是一個紋身人 他不認識我的時候 都問我這個問題 是的 OK 即是說 也都表現那種驚奇 當他走過來問我 哇 就是有什麼驚奇 哇 他不認識我 忽然間走過來問我 我怎樣信耶穌 即是 覺得很神奇 怎會有人走過來 難道我的樣子 寫著耶穌 信耶穌 我是基督徒 為什麼他會走過來問我 即是你的心裡面 會有一種驚奇 你表現出那種驚奇 你可以這樣說 哇 我走一條街 忽然間有人走過來 他問我 我怎樣信耶穌 哇 為何會有人不認識我 我忽然間走過來 即是這個位置 落多點 落多點 你試一下 嘗試一下 哇 想起那個人 就是有個婦人走過來 接著她就說 喂 怎樣信耶穌 其實我裡面都很害怕 為何無端端有個人走過來問我 但是 開心不是 其實那時候都很害怕 都不知怎麼回答他 但是又看到他很誠懇地 真的想問 認識耶穌的人 怎樣帶他信耶穌 那我就定了一點 OK 即是你們說 你當時是害怕的 是害怕的 你害怕的 你害怕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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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誇張 真的要 講到是應該這樣 為什麼呢 你裡面有害怕 你就說讓人知道我害怕 就是讓人感受到你真實的感覺 因為廣道不同的聊天 廣道是無可否認 我們是需要去捉住人的注意力 讓他聽我們說話的時候 但他會不會說我犯誇呢 不會的 其實你聽很多人的廣道 都是一定會有這種 如果他整篇廣道都是 不是 那天我見到有個人 集合為同 就問我怎樣信耶穌 那我告訴他怎樣信耶穌 那他就信耶穌 那他就信耶穌 整篇都會這樣說 你現在好像聊天 不只是廣道 廣道 廣道需要這樣 我感覺廣道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 嚴肅 縮勁的那種力量 如果你是走那個路線 那你就會一直有這個嚴肅的路線 對 問題就是 你是想 其實這個感情的表達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廣道來說 如果人沒有感情 首先聊天也是沒有感情的人 是人們覺得距離很遠的 而廣道沒有感情的時候 人們就覺得 你好像說一些道理 就是有時候 我都聽過很多道理 他就說 我的經文說完了 就是 講一下的時候 我真的需要用 十二分精神 不要睡了覺 聽著他講什麼 因為講一下 是很容易會 因為他不僅是一對一說話 對一班人而說話 是沉悶的時候 的確是很容易 睡著的 還有我們想別人 拿到那個重點 對不對 那時候 那時候 和這個 演呎 那時候 我們 去